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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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卫旭 现阶段我建议的操作策略 是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保留现金 然后等待一月份的行情 你要趁着多杀多的情况之下 再进场去做一个低接的动作 至于是不是接刀子 那就要看你懂不懂的筹码的分析 风菜筹码很重要 在现阶段 以及如果你要掌握明年度的行情 尤其是元月份的红包行情的话 这个部分更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鸿海 其实都跟您报告了 好的机会点加码点 请你要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价了 甚至在12月3号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鸿海修正进入维生 这些部分只要你能掌握住 投资朋友 你在股票交易市场上 你会看到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股票也是一样 这边跟投资朋友报告 有机会 拉回我告诉你有创新高的筹码实力 利多出来 整理之后这段时间也告诉投资朋友 有创新高的实力 包含昨天 有一个电话连线 我还是看好国具 他的筹码实力 即便拉回 一样跟投资朋友去解 我不会因为跌 就没有跟投资朋友做一个追踪的分析 我去的筹码是优于华兴科 第二个选择就是奇力星 包含什么 包含昨天跟投资朋友讲面板 昨天有打掌停 盘中我都跟投资朋友报告 群创是可以去做一个进场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两档的股票 的筹码相对的 一样漂亮 包含116 彩晶 在之前也跟投资朋友报告 彩晶不是看外资 是看内资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今天平面媒体说 大摩调高面板的平等 大摩调高面板的平等 如果你今天是单纯 只看外资买卖超 你会发现 外资开单买超四天 就再开单买超六天 再开单买超两天 又休息卖超三天 一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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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买一买 你根本看不出来任何的机会点 如果你今天的筹码 是这么的简单的分析的话 那当然你会 被修理 你会撞不到这一波 你会买到高点 至少是短线的高点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有分析 你要了解筹码这个部分 其实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群创 是在11月 这一段时间 大摩 在这边已经开始进场布局 9万9千张了 不是这个时候才布局的 是在这个时候布局 昨天听我分析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都很清楚 我在跟你说什么 包含群创有收库长股 在10月1号 这一段时间里面 这段拉台这段时间里面 他收库长股 收了15万张 公司派看多 外资建计 他会让他进场布局 尤其是大摩 买超了什么 买超面板族群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友达也是大摩买上去的 所以呢 当你了解筹码分析的时候 你会在这边布局的是什么 从容不迫的布局 你不会在这边去做一个追加 了解筹码 你会成为股市上面赢家 你会成为股市上面赢家 你会成为股市上交易霸主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投资朋友 现阶段我建议你 如果你认同的 你可以做这个动作 减码降低持股 把没有机会的股票 做一个华丽的转身 保有现金 然后加入老师的会员 加入老师的车队 我带你 该进场的时候 你会有重要好好转移波 今年初你错过了 6150的汉讯 你错过了9958的四季钢 你也错过了1316的上钢 缘缘分的行情 投资朋友 不要再让自己的机会 再度错过了 跟投资朋友特别报告 大多数人必须输 是因为该进场的时候不敢进场 该出场的时候害怕出场 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输 可是你跟上围区的车队的时候 我相信我会让你看到 不一样的交易风景 老师朋友 让围区带你做这个 演艺场演艺文章的战役 我是高维区 祝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胜健康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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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opedi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